翼船在日本成為高度注目的正式競賽有百年以上的歷史 每年1月2號到3號的香根翼船 收視率超過30% 吸引很多日本年輕頂尖好手的投入 甚至把參加香根翼船視為跑步生涯的終極目標 第五區第六區分別上下海拔874公尺的盧之湖 相較於其他平坦的區間 大量陡峭的高強度爬升 對於大多數跑者而言 難度超乎自身經驗 有怎麼可能跑完的感受 在視覺和體感上都是一大震撼 有天險之稱的香根五區 到底有多難 第五區的選手要從接近海平面的小田園中繼所 跑20.8公里到海拔800公尺的盧之湖 前16K會爬到海拔接近874公尺的國道1號最高點 平均坡度超過5% 是對選手的爬坡能力要求非常高的地形 且鑑別度非常高 各校爬坡好手在這種條件下 彼此間的差距會被誇張的放大 海拔的爬升和天氣溫度的變化 失溫脫水事件也不時發生 是香根第一天網路排名最關鍵的區間 今年順天堂大學的四輔俊佑 跑出1小時10分20秒 寫下五區新紀錄 從第11名一路追到第6名 不過一分鐘後 晨熙大學的三本圍祥 通過終點 以1小時10分04秒 寫下更快的區間紀錄 從第13名追到第9名 有10年的時間 香根五區由三代三省先後主宰 2004到2007年 順天堂大學的金錦正人 2005年在大二時 在香根五區追過11校 連續3年寫下區間新紀錄 也連續3年獲得經歷杯的殊榮 2009年到2012年 東陽大學的博元龍二 大一出登場 就追過八校並取得網路冠軍 然後連續4年寫下區間新紀錄 當然也拿下3座經歷杯的殊榮 2013到2016年 就讀青山學院大的神野大帝 2015年拿下網路冠軍時 把差距拉大到5分鐘 當然 他也拿下經歷杯 三代三省們壓倒性的演出主宰戰局長達10年 可以說是得舞區者得香根 爬坡視覺和驚豔給觀眾有強烈的艱辛感 再加上選手們認真又痛苦的表情 讓比賽更具可看性 香根異傳舞區到底有多艱難多可怕呢 香根異傳舞區全長20.8公里 前16公里從海拔43公尺爬升到874公尺 然後3K下滑130公尺 最後不到2K 較為平坦 稍有起伏 其實考驗的不只純粹是爬坡的向心激勵能力 還要有肌肉在極端疲勞狀態下 在最高點轉換成下坡的離心肌群 在最後階段維持著高速 首先來看看 前16.2公里的爬坡 這一段的總爬升量為831公尺 平均坡度為5% 神野大帝區間紀錄是以1小時00分55秒通過最高點 柏園龍二則是1小時01分15秒 對比他們的半馬PB 神野1小時01分04秒 柏園1小時03分16秒 由時間來粗略推估 5區前16K 爬坡所做的工 和半程馬拉松相當 然後看誰的體能 和離心肌群在最後 5K不到的下坡和平路 發揮的如何 不過現在也還沒有 有香根5區跑者的跑步功率和半馬功率對照 在Strava排行榜上 也還沒有看到有跑步功率的數據 那不如來自己實驗看看吧 但哪邊有剛好16K 爬800公尺的地形呢 剛好在台北市區旁 就有一條台版香根5區爬坡段路線 從楊德大道三角出發 由楊金公路上小油坑 轉往巴拉卡在最高點的二子坪 剛好是跟香根5區前16K的距離和爬升一樣 我們現在來到了台版香根第5區的起點 楊德大道 四步之一 就直接開始吧 這個台版香根5區爬坡段 一開始的楊德大道平常車流比較多 建議6點半以前就通過 不然像我快7點才開始跑 吸了不少廢氣 在跑前7K的爬坡 爬升371公尺 經過早餐店和麥當勞的意志力考驗後 進入1K的下坡 下降24公尺 再來是連續爬坡爬升464公尺 而這個爬坡 是以2公里8.7%的陡坡為開端 坡度緩和急劇增加的分佈位置 跟香根5區也幾乎雷同 後段車流減少很多 也越來越輕優 隨著離大屯山越來越近 風景也越來越壯闊 即使霧茫茫也別有一番意境 最後進入巴拉卡來到海拔830公尺的終點 二子坪 完成 86分 很快 在醫藥之內 看這個瓦數 大概 270-280 不過前面比較興奮 我跑 給你300瓦 然後中間 很陡的地方 稍微放輕鬆調整一下 大家擔心會跑不完的 結果其實 還好 有在騎腳踏車跟 跑 跑不及爬坡 其實 跑這個 感覺是還好 就是把這個時間跑完的感覺 這還蠻冷的 對啊現在大概 10度 1度 大概10.9度 下雨 然後 趕快就換衣服 那來看看試跑的數據 和小弟在此測試前12天 台北半馬的數據 台北半馬跑82分 均速每公里3分52秒 均瓦278瓦 消耗1373千焦耳 台板相跟五區爬坡段 花了86分鐘 均速每公里5分19秒 均瓦258瓦 消耗1331千焦耳 以消耗千焦耳來看 16K爬升800公尺 和半馬非常接近 所以20.8的五區 所需要的能量系統 相當於頻路的 25-26K左右 這邊要註明一下 不同廠牌的穿戴裝置 使用的功率演算公式不同 所以需要是比較同品牌 所計算的功率才有意義 不過基本上 Strike、Apple Watch、Chorus 用同一個公式 Garmin和Polar用同一個 兩個公式算出來的功率 往往有100瓦的差距 不過除了所需的能量計算 跑步爬坡機群的使用方式 著地的位置和角度 和平地都不一樣 雖然說可以靠後天訓練加強個人爬坡能力 但牽涉到競技的話 也是講天分的 而爬坡的天分就是向心激勵 爬坡大致上跟頻路用同一組機群 不過隨著Poder的增加 關節活動範圍減少 但要發出更多力 就像跑陡坡時 看起來像是慢跑 但每部肌肉要發的力 遠遠高過於平地 要在5區的爬坡出類拔萃 推力比越高 越能對抗地心引力 爬得越快 推力比 就是每部推出的功率 分配到身體的體重上 平均每公斤的瓦數 跟自行車爬坡幾乎是一樣的概念 簡單的說 就是要有精簡越有力量的肌肉的身體素質 看完本集 大家是否對香根舞區有更進一步的看法跟感受呢 歡迎留言分享 你想體驗台版香根舞區嗎 影片中提到的路線資訊連結都在下方喔 請결訂閱